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异词的由来又与这段历史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史话先秦篇》第六集 宅资中国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讲一个全新的问题 作为殷商的一个方国 周 他崛起之后 他是如何消灭殷商的 尤其是在消灭殷商之后 他是如何建国的 而且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要理解 周人他的观念有一大变化 周人在他起家的时候 周人把自己的地方叫做稀土 可是当周人灭掉殷商之后 他们走到了天下之中 他们占据了中原 他们成为当时最大的霸主之后 周人开始把自己叫做中国 今天这一讲 我们还要讲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这两个字的来历 在中国的传世文献当中 《诗经》和《上书》里面 都有《中国》这两个字 可是这两个字 我们一般都认为 《诗经》和《上书》是比较晚的文献 而历史上最早的中国两个字 出现在哪里 在讲整个这个过程之前 我先要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和一件国宝有关系 1963年 在今天的陕西省宝基市 有一个叫甲村镇的地方 一个村民家的后墙 这个后墙的台地 因为下雨等等原因 它就塌掉了 塌掉之后 里面就出了一个青铜器 村民文化知识也不丰富 也没把这个青铜器 当成一回事 到了1965年 这个村民家的另外一个亲戚 就把这件青铜器 就卖给了宝基的废品收购站 这个青铜器 提量还比较大 有一个宝基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就经常到这些废品收购站去看一看 瞧一瞧有没有什么重要的 值得回收的一些东西 结果就看见了这件青铜器 这位工作人员就跟领导商量了之后 就把这个青铜器给捞回来了 这件青铜器被拿回来之后 到了1975年 这个宝基博物馆就把这件青铜器 就上交国家文物局 参加国家文物局的这种展成 在国家文物局同时调来各地的 这种新出土的文物展成 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马成元先生 就到北京来看这些器物 就看了这件宝基出土的青铜器 在这件青铜器的肚子里面的壁上 马先生就发现了一些名文 这些名文一共有一百二十二个字 他提到说周五王伐咒攻克了大义商 然后昭告天下 他用了四个大字 叫做宅资中国 意思是我灭掉商之后 我昭告天下 我们在最中间的地方安顿下来 老百姓自此之后都可以安康了 大家想一想 首先这个文章记述的内容 是五王伐咒之后周五王发布的一个文告 而这文告当中四个大字 叫做宅资中国 这是中国两个字 在我们这个国家出土的历史文献当中 第一次被发现 这件青铜器呢 叫做和尊 那么因为这件和尊 我们知道了五王伐咒的一些具体的过程 那么也因为这样一个和尊 我们知道五王伐咒之后 他有一个新观念 叫宅资中国 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一看 作为西土的小邦 这个周 他是如何 一步一步 吃掉这个大国殷商的 我们可以说啊 西州早期啊 他们这个创业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经过四代人的努力 终于完成了减商的大业 在周文王时代 可以说周文王经历了这个商朝的三代君主 但是周文王呢 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克制 谨慎 小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啊 周文王认为自己 我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天命了 老天已经不喜欢他们殷商了 老天要把这个对天下的管理权 转给我们周 但是周文王仍然认为时机不到 所以周文王时代 始终对殷商保持一个崇敬 克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甚至当周文王被商周王 把他囚禁在瑶礼这个地方 后来把他释放回来 周文王呢就称王了 这个过程之后 文王仍然没有发动 对于殷商的这样的一个消灭性的战争 这个农耕文明啊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审时多事 小心谨慎 做事情比较细腻 在周文王死后 周朝的一位新君主即位 这就是周五王 周五王在他即位的第九年 他做出了要消灭殷商的决定 周五王啊 率领这些战车 一路从这个陕西 就是从今天的关中地区 渡过黄河 周五王就在渡过黄河的时候 一条大鲤鱼就跃进了周五王的这个船 五王即发就把这条鱼用来祭祀上天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兆头 在渡过黄河到达孟京的时候 又看到天上的一个流星 化成一团火 坠落到王乌山 然后化作一个乌鸦 看到这样两个景象 周五王心里就有底气了 他觉着灭商至少是有天象的 紧接着各路诸侯人马 到孟京这个地方来汇集 有一个夸张的说法 说不期而至者八百诸侯 跟周五王一起准备进攻殷商 本来大家认为可以一举功克殷商 但是周五王说 辱未知天命未可也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 没有审时夺势 在我看来 老天还没有最后下决心 让殷商灭亡 把天命授予我们 这个时候时机还不到 所以呢 五王在九年第一次罚咒 没有继续进军 就率领诸侯啊 就一路又回了西齐 第二年 商朝内部就发生了一些变故 我们可以说啊 商咒王这个人啊 是一个不怎么走运的人 我们已经讲过 商咒王的好酒急色 有它的历史原因 但是此时的殷商 就在商咒王统治的晚期 它的后院起火了 这个后院呢 就是所谓的东夷和怀夷 我们一般认为 夷这个族群 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长江以北 山东半岛以南 河南以东这块地区 这块地区可以说是 殷商的大本营 可是这个族群 在殷商崛起之后啊 它有分化 就在商咒王时代 东夷和怀夷多次叛乱 商咒王不得不把大量的这个精力 向东用来镇压怀夷 和这个东夷的这种叛乱 商咒王对内 它为了组织权力 能够集中精神对外用兵 商咒王在朝廷内部清理一己 他先是把王子笔干给杀掉了 有人说王子笔干是商咒王的树兄 那么商咒王的另外一个兄弟 叫做威子 这个威子据说就抱着殷商的宗庙里的神主 也走了 周武王就发现 商咒王又杀了王子笔干 威子也走了 而殷商的后院 这个怀夷和东夷又造反 所以啊 周武王认为 这一次的机会可能来了 武王就再次率领军队 于武王的十一年度过黄河 率领荣车三百胜 虎奔三千人 假释四五万人 就来到了英都昭歌城外的墓野 周武王数落了商王的三条大罪 第一条大罪是商王 听信妇人之言 自觉于天 第二条大罪说商王 离间他的亲的父母兄弟 第三条大罪说商王 变乱祖先的音乐 用这些音乐来讨好妇人 武王以这三条罪名为名义 就号召各路诸侯 来讨伐商周王 就在二月的甲子这一天早晨 周武王就率领诸侯联军 就从昭歌城外的墓野 就发起了总功 到了当天晚上 就攻克了昭歌城 传说商周王自己就穿着自己那些 珠光宝气的衣服 登了一个高台叫做露台 在这个高台之上 纵火就自焚了 周武王用自己手上的黄月 就是一种象征着礼乐 征伐的这种仪仗器 告诫各路诸侯 周朝在此时已经消灭商朝 按照上书的记载 牧野之战 战争过程是十分残酷的 说这场仗打完之后 叫血流飘出 就是死伤的这些战士 他们的血流在地上 可以把这个用来安装兵器的 那个粗的木棍 把它飘起来 可见啊 这场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战争 周武王帅精锐之师 以摧枯拉朽之势 占领了商都昭歌 延续了数百年的商王朝 就此落下帷幕 起于周园的周人 成为了天下新的主人 从最初的明不见经传 到最终一统天下 周人毕露蓝缕 以起山林的发展过程 可谓饱含艰辛 那么战胜了强大殷商的周人 究竟有着怎样的不足起源 在诗经之中 又是如何描写周人 发展壮大的过程的呢 可以说啊 武王伐咒这件事情 是周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终于完成的一件大事 春秋时代 鲁国有一首诗 叫《毕宫》 这首诗就记述了 周人的发迹史 周人的发迹非常不容易 他说 赫赫江源 齐德不怀 上帝是一 无灾无害 明月不时 世生后继 降至百福 这里呢 是追述了周朝的祖先 说周朝有一个老祖母 这个老祖母呢 叫江源 传说啊 江源是出门在外 踩到了一个巨人的脚印 生下一个孩子 江源本人认为 这个孩子不吉祥 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抛弃的气 把他丢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孩子被抛弃之后啊 老虎来给他喂奶 这个各种鸟兽啊 来保护他 江源就认为 这个孩子可能未来 有神助 就把这个孩子呢 抱回来 重新抚养 这个孩子后来就成为 尧顺时代的农神 叫做后继 周朝的祖先啊 是农神后继 周人呢 就是一个 以农业为主体的 这个部族 他和殷商 这样以工商业为主体 以手工制造业为主体 不大一样 在毕宫这首诗里 还提到 后继之孙 实为太王 居其之阳 实实减伤 也就是到了 后继的后代 太王 就是古宫胆腹时代 搬迁到了周园 搬迁到了祁山 周园这个地方 我去过 背后是高高的祁山 前面就是这个 宽阔的渭河 在渭河以北 祁山以南 是厚厚的土层 向西啊 有拢山 有树林 向东 是开阔的田野 所以 祁山下的周园 这块地方 过去一定是 土地肥沃 适合农业耕种的 这样一块地方 古宫胆腹 在祁山之下 在这个周园 这个地方 开机 传到了文王 武王时代 毕宫里面说 至天之界 鱼木之野 无二无鱼 上帝凌辱 敦商之旅 克先绝功 也就是到了 文王 武王时代 在牧野这个地方 上天最终把天命 降到周朝的头上 在这个时候 敦商之旅 攻克了商人的军队 武王伐咒之后 我们似乎就认为 商朝灭亡了 周朝崛起了 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商代所通行的一种 社会法则 是一种中服式的 服国的社会法则 也就是说 殷商消灭哪个国家 它只是把这个小的方国 把它打败 让这个小的方国 臣服于殷商 它不需要完全消灭 这个小方国 为什么呢 它也不可能 因为这些小的方国 它内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士族 所谓的方国 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你怎么可能 把它所有的人 全部杀光呢 杀光之后 谁来管理这个地方 谁来替你贡献财富呢 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啊 殷商采取的是服国 就是把你打败 然后你这个小国 还要臣服于我 还要向我进贡 还要向我纳税 这种制度 影响到了周朝 所以周朝在灭商之后 它采取的手段是什么呢 把商朝仍然保留在 殷商的故土上 然后立商周王的儿子 这个人叫武庚陆父 立他为殷商的国君 我们从名号上也能知道 你看 这个商周王的儿子武庚陆父 他仍然有一个王号 叫做武庚 这个武庚啊 和武蚁和武丁是一样的 他也是王号 由此可见 殷商在灭亡之后 周朝仍然按照服国的方式 让他屈服于周朝 但是呢 保留他的一个 士族国家的建制 仍然让他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居住在自己的故土上 给他立了一个君主 这个君主就是武庚陆父 周武王放不放心呢 周武王并不放心 他把自己的三个弟弟 一个是管书 一个是菜书 一个是霍书 这三个人啊 武王把他们三个人 纷纷在英都昭歌城 附近的魏 雍 北 三个地方 号称叫三奸 为什么叫三奸呢 是由他们这三个诸侯 负责监督 监视 殷商的这些人 有没有彻底心服口服 武王封了三奸之后不久 西周就面临了一次政治危机 在周武王克商之后 很短的时间之内 周武王啊 就并重 并重之后啊 这个周朝的大权 周武王就把他交给了自己 同母的一个弟弟 这个人呢 姓姬 名诞 又被称为叫做周公诞 武王很快就病逝了 周朝就拥立了武王的儿子 周承王 这个人的名字叫姬宋 由他来继承 周承王的年龄啊 很小 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年龄 实际上啊 周公就已经登上了君主的位子 他对外就以天子的名义 发号施令 周公清楚地认识到 虽然殷商已亡 但商朝的根基 还远远没有被摧毁 天下人心浮动 如何才能让刚刚建立不久的 周王朝走上正轨 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 而就在此时 一场关于周公的猜疑与反叛 也正在悄悄酝酿 那么 面对变局 周公诞将如何立马狂澜 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 帮助刚刚建立的周王朝 走出阴霾呢 这一次小的危机就是 三奸 管叔 菜叔 霍叔 他们认为 周公执政 周公可能不想把权力 再还给周武王的儿子 周成王 就当三奸开始散布流言 怀疑周公的时候 商朝的这些旧贵族 尤其是以 商周王的儿子 武庚陆父 为首的这个殷商的移民 他们就认为 这是一个好时机 于是啊 武庚陆父 就联合三奸 就发起了一场 叛乱 这场叛乱 被称为 叫做三奸之乱 而这个周公啊 不愧是中国古代 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他以非常清晰的思路 和雷厉的手段 来应对 西周的这场 政治危机 第一步 周公先 底定内部 他 内迷父兄 外辅诸侯 先保证 西周的大本营 这个地方的安宁 第二步 周公在 安定好 内部之后 率领军队 二次灭伤 把五根路腹 诛杀 诛杀五根路腹之后 杀管输 放菜输 扁货输 所以大家会发现 周公做事情 赏罚层次分明 要诛杀 诛杀原恶 原兄 在他平定三间之乱 诛杀 管输 和五根路腹之后 周公这一次下定决心 把殷商的老百姓和贵族 从殷商的故都 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安阳这个地方 把他搬家搬出来 搬到哪里去 搬到黄河以南 他重新迎建的地方 就是洛邑 然后把殷商的故都 把这个地方离为平地 这一件事情 体现了周公强硬的手腕 第三步 在剿灭了三间和殷商之后 周公一一减除 东方的东夷和怀夷 捣毁殷商旧贵族的 另一个大据点 这个据点叫做 远搏 做完这三件事情 周公又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分封诸侯 而且是大封同姓 是把西周 他自己的这个同姓诸侯 分封到各地 寻子就说 周公兼治天下 立七十一国 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也就是说 周公行使周天子的权利 封了七十一个国家 这七十一个国家当中 姬姓就有五十三家 这是第一件事情 叫封建诸侯 第二件事情 周公迎建成州洛邑 周公发现 在今天 黄河以南 有一座山叫芒山 芒山以南 有一块平原地区 这块平原地区上 有几条水流 有宜 洛 建 禅 四条河流 南面有熊尔山 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平原的盆地 周公在这里 连住了两座城 一座城偏东 叫做洛邑 又被称为叫做承州 又住了一座城 这座城叫做王城 周公就把殷商的 所有的旧贵族 搬到了承州城里来居住 那么西部的这座王城 是用来周天子和东方的 所有的亲戚诸侯 用来朝会 会见 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 而且传说 周公在消灭殷商的时候 把殷商故土上的酒顶 也全部搬到了 这个王城里面来 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说的 定顶中原 宅资中国 周公做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智礼作乐 让天下的诸侯 享有周天子 同样的礼乐文化 做完这一切以后 周公还正于周承王 他跟另一个大贵族 少公 有一个分工 说少公 你主管陕地 以西的这块土地 这就是周朝的故土 而周公呢 负责居住在洛阳 主管陕地以东 这些新开阔的土地 这叫周少分治 所以周公用这种实际行动 避免了别人对他的猜疑 历史文献当中 赞美周公 一年旧乱 二年克英 三年建言 四年建侯卫 五年迎成舟 六年至礼作乐 七年至正成王 可以说周公在位 执政七年 使得周 彻底地 抵定了天下 在周武王 激发去世之后 周公弹 毅然决然地 接过了国家的重担 他担惊劣 鞠躬尽瘁 为立足慰稳的周王朝 撑起了一片天空 通过周公的不懈努力 周王朝终于走出了 殷伤留下的巨大阴影 开始向着繁荣迈进 虽周公弹俯正的时间 只有短短七年 但却为周王朝奠定了 百年繁荣的基石 更是为中华文明的发展 打下了传承千载的文化根基 那么 周公弹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究竟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 这又为日后 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史话先秦篇第六集 宅资中国 周公是把周朝的统治区域 从关中地区搬到了河南 搬到了中兴 就是我们说的搬到了洛阳 这叫宅资中国 那么周朝的统治区域 就从天居一余 而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中兴 周公这一次迎见洛邑 他挑选了天下之中 而这个天下之中 后来成为中国很多王朝建都的 所在 比如说 东周以洛阳为首都 东汉以洛阳为首都 此后的曹魏 西晋 随朝 唐朝 都以洛阳为首都或首都之一 可以说 洛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 精神上的故乡 洛阳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 他在周公创建之后 就已经辐射到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当中去 后来的人们以定顶松落 就是定顶中原 作为成为中原正统王朝的标志之一 这是我们讲的周公的第一个功绩 第二个功绩 就是周公的分封 周公一改过去扶国的方式 以分国的方式 打点式的向外分封诸侯 把周朝的清贵 一个一个的分封在地方上 诗经当中有这样一首诗 向我们展示 殷商的灭亡之后 周朝建国之初的分国的情形 诗经当中这样说 小东武大东 楚州其空 啾啾阁吕 可以吕霜 条条公子 行匹 周航 这首诗向我们展示的是 从近处的东方 到远处的东方 来来往往的人 连织布机都已经空掉了 大家无暇从事生产 那些穿着草鞋的人 一步一步踩在霜上 往东走 那些年轻的公子王孙们 行在大路上 往东走 这里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小东 大东 什么是小东 周朝自居是西土 他们把自己新占领的土地叫做东方 新占领的土地在河南这一带的 叫做小东 但是我们会发现 周朝有三个封国 特别特殊 一个封国 是江太公江家的齐国 在山东半岛在山东半岛的云丘 一个封国是周公儿子薄秦的鲁国 在今天的山东渠府 一个封国是中宫最信任的兄弟 绍公所在的 燕国 燕国在燕山脚下 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带 相对于西州的故土 齐山脚下来说 这三个地方都太过遥远了 有学者就考证 周公最初的封国叫做鲁 鲁在哪里 鲁在今天河南南阳附近的鲁山县 因为有鲁山 有鲁阳 才有鲁这个地名 少公所封的燕国 燕在哪里 燕在河南的衍城 而齐国是江姓 江太公又被称为叫做吕尚 所以吕国在哪里 吕国也在河南的南阳 而江姓的同姓 一个是许 一个是申 都在嵩山附近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 周公是把周五王 最初封在河南的 几个最重要的诸侯 他自己家 江太公家 以及他的兄弟 少公世家 把三家全部搬到 殷商的大后方 搬到河北 山东 用这种方式 来镇压 殷商的腹地 防止殷商 再度谋反 可以说 在搬家这件事情上 周公也是以身作则 把自己家 搬到最远的地方 这在诗经上 就被称为 叫做大崩 周公的这一次分封 对于我们来说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 所有封出去的诸侯 都是周王室的成员 他们都是亲贵 有人说 江太公 怎么能和周朝 是亲贵子侄呢 我刚才已经讲了 西周的老祖母 叫做江源 江家和周家 是世世代代的通婚关系 是世世代代的这种 联盟的这种婚姻不足 江子牙 就是周朝统治集团当中的 重要的外戚 所以周公才信任江上 把他封在齐地 封在殷商的大后方 封在山东半岛上 这种亲缘关系 使得他们跟中央的关系 最为紧密 第二个 所有封出去的这些诸侯 他们在使用礼仪文化 在使用这些政治制度的时候 都和西周一样 所以啊 在上层的贵族之间 在中央和地方邦国之间 就改变了殷商的那种 松散的联盟格局 而建立了一种 紧密的这种纷纷关系 第三 这些纷纷出去的诸侯国 周公给他设计了 礼乐文化和宗法制度 他们沿着这套礼乐文化 和宗法制度 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 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齐楚燕寒赵卫秦 各个分国 他的底层社会 他的文化不同 可是他的上流社会 他的文化是一致的 他们思想是一致的 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 正是因为周公的这一次分封 使得在中国这块广茂的土地上 以一种紧密的血缘关系 把地方和中央 把四面八方紧紧地抓了起来 所以我们知道 宅资中国不是一句空话 也不仅仅是占据了 也不仅仅是占据了洛阳 宅资中国 是一个从政治上 文化上和军事上 已经真正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大中国 即将诞生了 只是这个中国 还是由不同的城邦国家 所构成的 又需要经过几百年的 这样的一个酝酿 我们才能真正地形成一个 巨大的领土国家的中国 好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